到了現在 已經進入21世紀的時候 許多的人類科技的發達 讓你覺得科技真的是日新月異 可是有沒有人生活在古石器時代 結果居然在巴布亞 牛幾內亞的深山當中 還有人過著石器般的生活 是的 立剛好 其實石器時代距離到現在 大概多久你知道嗎 如果就石器時代來講 大概有300萬年 如果是新石器時代的話 大概也要2萬年 也就是說在經過我們人類的文明 一直進步到現在 剛剛中伯哥都講到 人都會 機器人跟人都會 仿真人都出現了 可是這時候居然 在我們地球的角落上 還有人其實是過著 石器時代的生活 在巴布亞牛幾內亞 這個地方 它還是非常多的蠻荒叢林 它很多深山裡面 它在蠻荒的熱帶雨林跟高雲裡面 其實就還生存著這一批石器時代的部族 有一個比利時的探險家叫喬比耶 他帶他的攝影師菲利普 他們就深入到這個 巴布亞牛幾內亞的深山裡面 他們在那邊請當地的向導 一路上帶著他們一路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方 扎營之後在那邊等待 因為他們知道說那邊是有這種 石器時代的原始部族還在那邊生活 他們等 等了很久 等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多 他們都快要放棄的時候 突然間喬比耶 他發現草叢邊上有動靜 後來真的就出現了幾位 像我們畫面當中 這幾個石器時代 生活在石器時代那樣子的部族 帶著簡單的弓箭 用了簡單的工具 拿了竹竿來包圍他們 一開始喬比耶發現他們之後 他想說他們互相都是非常緊張的 喬比耶他想要試圖的跟他伸手 跟他say hello 跟他示好 可是你看他們那些人其實是非常害怕的 他們會覺得說他喬比耶像個妖魔鬼怪 他們覺得這種人怎麼皮膚這麼白 這麼可怕 穿著怎麼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是非常驚恐 而且這個攝影師菲利普 在拍他們的時候 他們甚至覺得菲利普是怪獸 為什麼 因為他手上拿著攝影機 對 因為菲利普拿攝影機 攝影機在外還有紅燈會閃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還用手去摸菲利普 結果摸菲利普動一下之後 他們嚇到馬往後退 結果他們非常 其實當時是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喬比耶說他很怕他們 萬一如果沒有一個 就是互相信任的話 他怕他們用弓箭射他 後來其實動了很久之後 喬比耶因為很緊張 不小心在河邊就滑倒了 就一滑倒之後 這些就是原始的這些部族的這些人 土蘭比人他們開始大笑 大笑之後他們認為說 可能這個人應該就是一般人 發現大家都是人類 大家都是人類應該不是 就是應該你不是一個什麼奇怪的生物 所以他們就慢慢地休息一下心房 在慢慢休息一下心房之後 這喬比耶就拿出火柴 點給他們看 他們看到他們嚇一跳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火是這樣出來 因為他們還是過著專目取火的生活 你的意思說這些巴布亞 牛吉內亞深山裡面的這些群眾 還是用著專目取火的方式 是這些土蘭比人他還在專目取火 他看到這火柴一化就有火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驚訝 然後後來喬比耶就帶了這幾個土蘭比人 到他們紮營的營區那邊 到那邊之後他看到他們營區有一些 簡單的電器設備 他們一些設備他們看到非常非常的 興奮跟驚奇 甚至喬比耶還拿出鏡子給他們看 當他們看到鏡子自己的時候 嚇到就是不敢看 然後又趕快拿葉子的把鏡子蓋起來 因為他們這輩子從來沒有看過自己的長相 所以他們是很興奮又很害怕的 然後蓋起來之後 他們還要一起把它翻開來看 一看到一嚇到又蓋起來 因為他們從來就只有在 狐面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 另外他們喬比耶也煮了一些飯給他們吃 因為你知道米飯這種是農業時代之後 才有了產物 而且是熟食 他們吃完之後還非常開心 在營區裡面吃一些煮熟的食物 他們吃起來就非常開心 看了一些設備 相機 像畫面裡面看他們在廠 就是他們煮給他們吃這個飯 吃完之後他們就覺得非常好吃 還一直拍頭說好吃好吃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後來這一些土蘭比人 就在這個喬比耶的營帳當中 生活了三天 那這三天當中他們對他做了很多的一些了解 原來因為他們透過當地的這個鄉島 會講跟他們話有些相通的 原來他們這些土蘭比人 他們沒有文字 他們只有語言 他每個人有自己的名字 他們平常會唱歌 而且他們還是存留在以前 原始十七時代的母系部落 母系社會 所以他們男性會用竹子 把竹子削得尖銳之後 剃自己的頭 然後把整理自己的福蘭比農來吸引女性的注意 才可以跟女性的婚配 因為女性代表的是家族的權利 所以這批人他們還說 他們的祖先都告訴他們說 世界上沒有白色的人 他們今天看到有白色的人 他們覺得非常震驚 後來他們在這邊待了三天後 他們還是要回到他們原來的叢林 就在他們的這些就是三天的鄉主當中 他們這批人最後還是離開了喬比爺 然後唱著他們的歌謠 消失在這一片 巴布亞 牛幾內亞神秘的雨林當中 也讓人知道說原來我們的世界上 還有這樣的角落 還有這樣的時期時代的原始人 巴布亞 牛幾內亞深山裡面的原住民 接受到了現代新的文化 是否以後這環境會改變呢 不過說到環境啊 我們的部隊環境有沒有做改變呢 看看五四兩部隊裡面的緊閉室 把一個下室給整死了 但其原因為何 我們休息一下 就要來揭秘這緊閉室裡面恐怖事情